這兩天傳出來 蘇貞昌要走人從那個打包東西 然後行政院否認說 沒有啦 他在包裝禮品啊 開玩笑 他又比聖誕老公公 而且聖誕禮節也過了 包裝什麼禮物 鄭文燦的動作是12月30號 他就辭掉了 就辭掉了 辭協理事長 蘇貞昌看鄭文燦的動作 他當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誰叫他辭的 蔡英文有沒有跟這個鄭文燦聯絡 我在想 蘇貞昌是不是寄望 1月8號至少補選 如果吳英龍贏的話 起碼在氣勢上扳回一層 台北市這個立委補選又輸了 剛好這幾天是在講說 那個戰犯是不是高嘉瑜 或是王世堅 蘇貞昌心裡面自己摸摸底 不久就又會騷擾他 我在這個時候 跟蔡英文在叫 所以兩邊雙方已經 毫無信任基礎之下 應該是掰定了 好 接下來我要請教一下靖平 因為今天很多的訊息 包含媒體的訊息 有的說蘇貞昌是走定了 有人說是今天要辭 有人說是禮拜五要辭 那很多的訊息 不過今天呢 蔡英文跟蘇貞昌進了府 就兩人談之後呢 很多傳扯說 那是不是訊息就要出來了 結果沒想到呢 府方今天的回憶 講的是四個重點 四個重點看起來好像沒有講到說 蘇貞昌要走這件事情 但其中有一項特別說 總統對於院長帶領的行政團隊 表達的肯定跟感謝 通常都是在說你要走了才會說 表達肯定跟感謝 所以這句話其實也可以秀得出來 似乎就是走定了 的確啦這個春江水暖壓仙之後 從這個可以感覺的出來 這種秀出蘇貞昌或許已經在 小英的心中沒有留下來的必要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透過張敦涵發言人 這樣子去喊說 這個表達肯定與感謝 尤其是重點放在最後感謝 然後他後面也有提到說 最優先工作就是現在因為 總預算的這個事情啊 還沒有完全的這個定案 所以最優先的工作行政部門就是有點 告訴刀他行政部門 你應該先把這個事情做好 這個最優先的工作是 總預算能夠順利的審查通過 就是到這一次的這個12號 至於這個本來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是喊說 13號是希望能夠延會到19號 那民進黨是還沒有答應啦 然後但是你看喔 第一個你看總統府的說法 第四點 那個調整將在立法院會期結束之後討論 這個會期結束當然就落到12號13號嘛 那可是今天也傳出來一個消息說 那個民進黨團其實昨天也接到通知 在群組內有通知說 希望留下那個16到19號的這段時間 16號到19號這段時間 然後又傳出來說 12號要這個提出這個有關於 發現金的這個相關的條例草案 行政院又會這個 行政院最後一次他開會會提出 行政院提出來之後 然後16號到19號在立法院再來討論 因為國民黨團已經提出他們 相關的這個提案相對應的版本 那當然啦老柯說什麼 國民黨團到提出來的 有點像政策飆車啦 跟這個行政院提出來會不一樣 從本來行政院沒有打算提 然後到現在傳出來說 行政院12號會提 然後到16到19 雖然沒有到像國民黨說 直接開會開到19號 而是說原來 原來一樣預計在12、13 剛剛凱翔講的 這個會期整個結束 這個是等於正式的會期結束 那16到19如果照民進黨團 現在群組收到通知說 先把時間留下來 羅志正自己都講 是預留時間而言 不要想太多 民進黨會做那些 無聊狗屁倒召事嗎 對啊都要過年了 應該是 對都要過年了 民進黨的確會做狗屁倒召事 沒錯 我先要講清楚 但是他們會做一些損能不利己的事 也會 但是他們會評估利害得失 像這個16到19 16到19號留下來 那是不是是新的隔魁處理 新的行政院 還是這個現在的蘇貞昌 所以才會傳出來說 12號立法院會期結束 蘇貞昌會提出那個總辭 這個時間點 當然啦 大家都在講說 這兩天傳出來 蘇貞昌要走人 從那個打包東西 然後行政院否認說 沒有啦他在包裝禮品 開玩笑他又不是聖誕老公公 而且聖誕節也過了 包裝什麼禮物 他什麼時候變成那個 電商平台了 要開始包裝東西 有可能院長在包裝禮物 對啊 所以我昨天聽到他們 否認這個澄清的消息 我覺得有點瞎 他們把自己 把行政院長辦公室 當成電商平台 然後開始在包裝 那你要電到電的東西 你要送到哪裡去這樣 所以講很多 或許他們想要 不想讓這個消息 因為我覺得走得有點 他可能不想要讓這個消息 這麼早的就肯定的講了 但是大家早就在猜 那然後你再看 那個鄭文燦的動作 鄭文燦的動作是12月30號 他就辭掉 就辭掉那個 辭協理事長 辭協理事長 他就開始有動作 所以其實 蘇貞昌跟蔡英文之間 也在疊對疊 對不對 剛剛彩翔說的是一個 就是你在元旦之後 元旦前後那個 有關於這個抄征的稅收 那要不要普發現金 你跟蔡英文不同掉 那是最後一根稻草 那蔡英文可能不爽你 你那6000塊 怎麼是由你先講 怎麼是由葛魁說呢 而且還普發現金 那現在是吵到過年前 是不是要發 現在連行政院傳出來 都可能說過年前搞不好都會發 因為現在國民黨在野黨喊嘛 然後一方面說過年前要 因為現在講到是過年後嘛 所以你的政策跟府不同掉 然後再加上 鄭文燦的動作 他做了那麼早 對 你辭掉了足協 他已經準備要來接 不管他接副院長還是接什麼 不管就是入閣當政務官 因為足協理事長 他是不能有理 他那個足協那個 政務官是不能有理事的身份 不要說理事長 鄭文燦去年那個10月 好不容易這個當選 然後他說生涯規劃的關係 怎麼可能你生涯規劃 只當兩月 然後你說為了四足卡達斯 因為他接到消息了 說要入府了 要入院了 所以趕快進行一下 對 所以趕快遲掉了 那之前沒有接到消息 你會沒辦法嗎 那個選舉的這個關係 然後再加上 零這件事情啊 看起來他好像蠻低落的 一大堆事情 所以也超出了鄭文燦的規劃 所以他持足協理想 持得很突然 足協也很錯愕啦 怎麼突然才當兩個月 那蘇貞昂看鄭文燦的動作 他當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誰叫他死了 蔡英文有沒有跟這個鄭文燦聯絡 那所以蘇貞昂跟蔡英文之間疊對疊 他也知道蔡英文沒跟他說什麼 他或者是他也想要拆蔡英文那邊 下一步做什麼 好再加上剛剛講的元旦前後 這個六千塊的這個現金補發 超稅超真的稅要怎麼處理 等等跟蔡英文又不同掉 然後最後我在想 蘇貞昂是不是寄望 1月8號至少補選王鴻薇 跟這個吳怡農的選舉 如果吳怡農贏的話 王鴻薇假設輸了 起碼在氣勢上扳回一層 會不會還有跟這個蔡英文叫板 續命的機會 因為不能全灌他身上啊 可是當1月8號一番兩等元 就算你說王鴻薇贏得不夠多 贏得不夠漂亮 然後這個吳怡農怎麼樣怎麼樣 你還是輸啦 輸就是輸 五千票也是輸 六千票都是輸 好 台北市這個立委補選又輸了 那接下來剛好這幾天 前幾天剛好是在講說 那個戰犯是不是高嘉瑜 或王世堅 那不管蘇貞昂心裡面自己摸摸底 火不久就又會燒到他 你看才沒過多久元旦的那個 發了六千塊現金的紅利 到了這個1月8號才不到一個禮拜 就小轟啊 就沒了 那我拿什麼來嘴 拿什麼來講 那這個時候 1月8號又敗選了 然後再加深 蘇貞昂可能會覺得說 我在這個時候跟蔡英文在叫已經沒仇嘛 那蔡英文是不是也鐵定 吃了蹭頭鐵定 我根本就不想更不想留你了 所以兩邊雙方已經毫無信任基礎之下 然後又傳出來說那個 鄭文燦的事情 然後陳建仁大人哥是不是要回來 在前兩天在1月8號之後呢 就其實進入這個禮拜以來 這兩三天一直都傳出來了 你想想看蘇貞昂會做什麼 我當然就開始打包了 我開始就包包框框 他鼻子摸摸帶就心裡有底了 這個時候鬥跟蔡英文鬥法 鬥下風了啦 所以你再來看到 你再來看 開始看綠媒 有些他們的說法和調性 就開始講蘇貞昂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啊 不錯啊 然後什麼那個蘇貞昂的女兒 蘇巧惠不是也開始出來有點幫這個 那個爸爸抱屈嗎 教屈啊 從這些跡象就看得出來 其實就是在幫他鋪梗 找下台階 就是蘇貞昂就是掰了啦 我覺得蘇貞昂這次離的就是不漂亮啦 那他一定心裡面多少對這個蔡英文 有點圈圈叉叉 有點埋怨 但是你其實你也沒什麼好埋怨 你也沒什麼好叫 但我覺得很可惜啦 就我一個在野黨立場 我希望蘇貞昂一直留下來 可以留到2024年 到今年年底 明年年初都沒有問題 就像民進黨和媒體所講的 變成在野黨的ATM 政治體育管機 的確我承認可以一直去打他 雖然他很兇 雖然他讓人看得很不舒服 他常常不爽 常常在立法院裡面 跟立委這樣子打水垢 唇槍舌射箭 讓大家看得更討厭 但是起碼這是民進黨 在留他累積一個相罵盆 民進黨自己也很差 所以殷系還有一部分的人 對這個賴慶的不信任之外 對蘇貞昂又有疑慮 就造成這樣一個結果 所以我才會說 蘇貞昂看這個狀況 應該是掰定的 海荒鮑魚乾杯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GTI714 相有折扣喔